印度近日宣布将提高关税,小米,别闹了,你提高关税,我就涨价。 印度在近日宣布将会提高关税,由原来的基础在提升10%。 早在2017年12月26日,印度便将手机进口关税从10%提高到15%。 然而,在2月5日,印度将手机进口关税进一步上调至20%。 所以这并不是印度第一次提高手机关税。印度这是怎么了?为什么又要提高关税? 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一上任,就立即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。 其主要目标是把印度打造成一个世界工厂,由此确保全国经济稳定增长,摆脱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。 这一目标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从对外政策角度来看,都对印度十分重要。 印度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,但是科技与经济发展远远落后其他国家,因此,智慧型手机在印度还有很大的市场,从而导致手机企业纷纷进军印度市场。 其智慧型手机增长速度较快,据数据显示2017年印度智慧型手机市场的出货量同比增长14%,是全球前20大智慧型手机手机市场当中增速最快的。 印度提高关税将促使手机企业加大当地建厂力度。 这一举动对中国手机企业影响非常大,迫使中国手机企业加大在当地的建厂力度,以求在该市场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。 小米在近段时间加强本地制造能力,目前已经在印度建了两座工厂,因此,在印度市场销售的红米手机都是本地制造。 这也很好地解决了印度政府加税出口商品问题。 2018年第一季度,小米在印度智慧型手机市场上击败三星,占市场份额为31%。 小米成为印度智慧型手机市场的领头羊。 在小米的示范作用后,Wivo、OPPO纷纷跟进在印度设立制造厂。 当下华为也开始准备在印度市场发力,其已在印度市场发布了数款售价较低的荣耀手机,而且他也计划学习其他中国手机企业在印度市场设立制造厂,推进印度制造。 毫无疑问,就带动了智慧型手机企业纷纷在印度建立工厂,真正推动了印度制造。 印度政府还增加了其他手机零件的进口关税,其中包括手机相机模块,这意味着印度市场的手机价格会进一步上涨。 印度方面决议对部分智慧型手机关键组件,如PCB板、内存、基带、处理器等加征10%进口关税。 印度此举旨在振兴本土的制造业,同时吸引外资来印投资设厂,带动就业和经济。 但是这样一来,对印度的消费者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 小米作为印度市场的领头羊,也率先对提高关税采取了措施。 其中,小米公司将会提高在印度市场的两款产品,分别是红米Note5、Pro以及小米电视4、55英寸。 具体方面,从5月1日起,印度市场的红米Note5、Pro价格上涨1000卢比,约95元人民币,售价14999卢比起。 小米电视4、55英寸版本则是上涨了5000卢比,约477元人民币。 而在此之前的订单将会全部发货。 所以,当印度提高关税的同时,消费者也会为此来买单。 印度政府还表示未来还将上调针对手机元器件的关税,也就是说在印度市场销售的电子产品继续要涨价。